5号同步开卖快筛试剂 每一季是180块钱 不过却不像药局快筛 实名制那样大牌长龙 民众都说这差价80块钱 也可以买便当了 大家都抱怨连连 春兄今天终于松口了 说要开放个人的 进口快筛两个月 不过只限自用不能返售 药局前大牌长龙 民众全是要买实名制快筛 78人份15分钟瞬间卖光 但四大超商和药妆店 9号企业头部开卖 人潮却不如药局 为什么愿意来这边盘 我这是价格的问题 它比较贵 又只能买一季 我这边一次就可以买5G了 一边大牌长龙 一边稀稀落落 民众开马超商 一季180太贵 药局只卖100便宜80 一次又能买5G 一家人份算起来真的差很多 一季如果差80 一家四口一张好了 就差400 总共就差1600 一个80块 半个便当了 对于明月四起 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松口计划开放 两个月时间 让民众进口自用快筛 不现场牌 不用通过EUA 但成效自负 不得贩售 也不适合于任何防疫规定 目前卫福部规定 民众从国外 购买自用快筛事件 要经过食药署审查 并缴较2000块的行政规费 未来这些应该都会松保 在比较紧迫的 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放宽个人用的 这方面因为个人用 一样一样进来 而精神科医师 潘建志建议 阴采持化快筛 输解快筛量能 所谓持化 是指一次检验多人检体 如果阴性 则全部为阴性 以一家五口为例 五个人用各自的棉棒 裁减 再放进同一个软管 缓冲一中 如果是阳性 才要分别检验 对此指挥中心并不建议 全家一起做敏感度会下降 最后有症状在各自检测 记者综合报道